心灵秘史 成大事者的独门秘籍 不可谓 未发之中 常有人具有 该体用一元 有是体 既有是用 有未发之中 既有发而结中结之之 之和 令人未能有发 而结中结之和 虚之 是他未发之中 亦未能全得 该自传习路上路成路 吃饭睡觉 也是一门学问 未发之中 语出中庸 原文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 发而结中结 未之和 意思是 人之喜怒哀乐等情感 尚未发动时 内心保持一种 既然不动 不偏 不一的这状态 就叫做中 情感表现出来时 都能把握一个适当的度 符合自然常理 社会规范和伦理种子 就叫做 就叫做和 中庸认为 中与和 这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一旦能够至中和 则天地未焉 万物俱焉 也就是说 当社会上的人们 能够普遍地达到中和的境界 那么天地便能各安其位 而运行不息 万物便能各得其所 而生长发育了 很显然 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事实上 在红尘中打果的云人众生 到底有几个 既能做到喜怒哀乐 被发时的中 还能做到发 而结终结的和 是颇有疑问的 尤其是对于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烦恼纠结 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来说 又有谁 能在每天的待人接物之中 保证所有的情绪发动 都能中规中矩 适度 恰好呢 即便没事的时候 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内心 能够保持既然不动 不偏不一呢 坦白说吧 这样的境界对我们而言 即便不是神话 也早已成为传说了 有僧问大猪慧海 修道时如何用功 慧海说 鸡来吃饭困来寄眠 问 所有人不都这样吗 难道 他们同师父一样用功 慧海说 不投 问 何故不同 慧海说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 百种 百种虚缩 睡觉时不肯睡觉 千般计较 所以不同 你自己回想一下 在你的记忆中 有哪顿饭 你能够细细地品尝饭菜的滋味 而不是百种虚缩呢 有哪天你上床 你就能够老老实实倒头变碎 而不是千般计较呢 如果你能够像慧海禅师那样 鸡来吃饭困来寄眠 那就算你不具备一个禅者的智慧 至少能拥有一个凡人的幸福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包括我在内 用杨明的话来说呢 就是金人与吃饭时 虽然一世在前 其心长意义不宁 只愿此心盲惯了 所以收舍不住 摘自传息录的卷下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咀嚼的往往不是饭菜 而是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和生活上的各种麻烦 我们上床的时候 得到的往往不是休息 而是对过去的回忆 或懊悔 对未来的筹划 或者是担忧 或者对现状的不满和焦虑 所谓百种虚缩 就是说 我们很善于把各种各样的东西装进内心 结果就是把心灵变成了一个 拥挤不堪的垃圾回收站 所谓千般计较 就是说我们很喜欢计较生活中的各种的得失厉害 结果就是把人生变成了一份枯燥无味的财务报表 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催禁欲 在这一点上 古代人的幸福指数或许比我们高一些 但根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因为天下兴兴 因为天下兴兴 结为利来 天下嚷嚷 结为利往 只要还在红尘中讨生活 你就很难做到既然不动 不偏不一的未发之中 也很难做到喜怒哀乐 发而及中结 按照朱喜对中庸的理解 未发之中是生命的本体 是人人皆有的天命之性 所以修道的功夫 只要放在发用 表现于外上就行了 一既让喜怒哀乐 发而及中结即可 黄阳明却认为 其与用同出一缘 既然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表现于外的种种情绪 都很难做到适度的恰好 那就证明 他的未发之中是有欠缺的 因为其他的本体 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障碧 所以说未发之中 常有人都有 常人都有 是不恰到的 换言之呢 是学人修行的重点 应该是直接从未发之中入手 去除心体上的障碧 而不是在外面的 待人接物上用功 不难看出 朱王在这一点上的差异 正是理学与心学的 根本不同之一 在朱喜看来呢 理在外 功夫自然要向外走 在阳明看来呢 心尽力 搞定自己的心 才是根本 我们的心 就是污染源 假如朱喜和王阳明 是两个环保主义者 要去治理一条受到污染的河流 朱喜采取的办法 很可能是 天天到河里去捡垃圾 抽污水 虽然辛辛苦苦 情情侦侦 但是收效盛微 事备 公办 而王阳明 则会 直速上游 先把那家 天天往河里 倒的垃圾 排放污水的工厂 关了 然后再回头 清理河面 便能做到事半 公备 轻松搞定 那毫无疑问 王阳明的办法 才是我们想要的 而那家 24小时都在制造污染的企业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从未整治 治理过自己的未发之中 那么我们表现出来的种种情绪 作用于外的种种行为 当然大部分只能是垃圾和污水了 相信大家都看得见 在今天的社会上 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火药味 动不动就会因为一些小事 引发恶性事件 诸如官与民之间 执法人员与伤犯之间 医生与患者之间 公交车司机与乘客之间 动辄就会上演全五行 甚至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尤其是最近网络和电视 一直在报道的各地的 野蛮教师的虐途事件 更是清晰地向我们表明 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 利器已经达到了 多么的可怕 令人发指的地步 如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我们既不懂得 进化自己的内心 也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和谐这个字眼 就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 被提得最多 同时又是最为稀缺的 一种价值 有人说 这年头爱情就像鬼 听说的人多 见过的人少 同理 在我们这个充满了 不安焦虑和冲突的社会中 和谐所遭遇的命运 恐怕也不比爱情好多少 如果你的心 是一座火山的话 你怎么能指望 会从你手里 开出一个花呢 这是纪伯伦说的一句话 如果一个社会 大多数成员 都成了沿江翻语的火山 不断地向天空吐出 浓浓的利器 那么传说中的那朵 叫和谐的花 又要在何处生长 和开放呢 因此 要想让我们的情绪行为 都能发 而集中结 不再给自己制造垃圾 不再向外界排放污染物 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做一件事 那就是心灵环保 我们的下手处就是这个 未发之中 果然所谓的既然不动 不偏不一的内心状态 用今天的话说呢 其实就是内心的安宁 平衡 与淡定 那么要怎样 才能在这个宣传的世界上 在这种纠结如麻花 忙碌似陀罗的 转动的生活中 就是给自己的心灵 就是给自己的心灵打造一个密室 那何为心灵密室呢 杨启昭说过 欲学为大人物质 在一生中 不可无数年 驻世界外之世界 在一年中 不可无数月 驻世界外之世界 在一日中 不可无数刻驻 不可无数刻驻 驻世界外之世界 那所谓世界外之世界 既不是指月球火星 也不是指尽头天堂 而是指你的精神生活 你的内在的自我 只要你愿下 愿意停下来 停下脚步 反观 内心 你就可以随时 从浮躁喧哗的生活中 抽身而出 进入这个超然的物外 天然自处的心灵密室 那为何要有心灵密室呢 杨启昭说 自古以来 天下从来没有哪一颗 浑浊淫乱的脑袋 可以绝大计立大业的 凡是大人物大豪杰 其所复合之事 愈多愈重 则与其社会交接也愈杂愈凡 所以就非得有一个世界外之世界 以养其神明不可 否则的话 这个大人物大豪杰 必将被寻常人所染 而鉴于这个童话 就算不被污染童话 脑子也会坏 脑髓已质固 而智慧已不得不到退了 因此呢 只有懂得为自己打造一个心灵密室 并且时不时的进去住一阵子的人 才能做到清云在公 则置其如神 那么如何打造心灵密室呢 打 给自己找一段独处的时间 暂时抛开生活中的所有的忌盼和牵挂 进入自己的内心 真诚地面对那个被现实遗忘已久的内在的自我 然后做一些跟心灵有关的事情 比如静坐 禅修 听一些感动心灵的音乐 看一些启迪人心的影片 阅读智者 哲人写的书 尝试着培养并加深自己对文学 艺术 美学 哲学 心理学 宗教等等 人文领域和精神事物的兴趣和感悟力 那久而久之你就能给自己打造一个 没有实用性 没有功利性的平静而丰富的内在世界 从而再造一个崭新的自我 重建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灵密室 也是梁启昭先生所说的世界外之世界 均不见阳明之悟道 师家之成佛 耶稣之创教 墨汉默德之德天起 漠不出于其一生之数年 一年之数月住于世界外之世界 均不见龙场一山洞之与阳明 尼连禅河畔之与施迦 约旦是因为其不可不无之心灵密室 让全世界的国粉 比里苗拜的苹果教父乔布斯 他也从十九岁起就拥有了自己的心灵密室 一个由东方精神 佛教禅宗 禅修冥想 直觉体悟编织而成的 超越外在环境的精神世界 从这个内心世界中 乔布斯获得了一种观察外部世界的新的眼光 也获得了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听人的能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呢 乔教主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传奇 苹果系列产品之所以成为创造力 想象力 追求完美和不结激情的代名词 正是得益于乔布斯所拥有的不同于常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乔布斯去世前几年曾经谈起十九岁那年的印度之行 对他一生所造成的影响 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 我们运用思维 而他们运用直觉 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 直觉是非常强大的 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 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在印度的春庄待了七个月后再回到美国 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 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 如果你坐下来静静地观察 你会发现自己的心里有多么的焦躁 如果你想平静下来 那情况整个更糟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 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 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了 你看事情会更加的透彻 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 你的心灵逐渐地平静下来 你的世界会极大的延伸 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这是一种修行 你必须不断地练习 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 我曾经想过要去日本 到永平寺修行 但我的精神导师要我留在这儿 他说那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 他说的没错 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就是 如果你愿意跋山涉水 去见一个导师的话 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位 当然 心灵修行 绝不是圣人物道的专利品 也不是企业领袖 灵修时代的独门秘籍 而是所有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不管你的年龄 性别 身份 职业如何 就在日常生活的当下 你随时可以给自己打造一件心灵历史 踏上修行之路 就像乔布斯的精神导师对他说的那样 那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 这位导师的意思绝不是说 美国禅修中心的师资力量很强 不亚于日本 而是要告诉他 禅的修行不在别处 就在此时此地 因为你要寻找的东西是人节有之 不讲外求的 你又何必远舍重阳 去追求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呢 所以 给自己打造一件心灵历史 绝非要求你离群所居 顿迹山林 杨明 释迦 耶稣 穆罕默德 他们的悟道固然得益于在一段时间内远离红尘 但这样的远离只是修行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其目的并不是逃避世界 而是要借由这样的修行 获得一颗更为成名的心灵 并且怀着一种旧式的悲悯的重新回到世界 净化世界 换言之 真正的心灵密室啊 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或者处所 而是一种超越流淋的心态 而是一种超越流淋的心态和境界 一个修行人如果暂时的选择了背对人群和社会的姿态 那并不等于他在逃避和宴里 而是意味着他将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于人群和社会的关系 成如杨明所言 倾心非舍弃人 是而独居囚禁之位也 《传奇录》中说的这句话 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主题本来也挺不错的 就是鼓励年轻人不要按照长辈的安排生活 要勇于改变现状 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可惜剧情有些狗血 从头到尾一直在怂恿 年轻人辞掉工作出去旅行 还每名其约生存体验 尤其不靠谱的是 编导还借剧中人物之口鼓吹旅行 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大山大水的胸怀 可以极大的提升年轻人的精神境界于人 我觉得这种逻辑实在搞笑 如果去看看大山大水就能拥有大山大水的胸怀 那么中国人只要多多的游山玩水 精神素质是不是就大大的提高了呢 而且中国的大山大水多的是 只要我们舍得花钱旅行 每个人的胸怀是不是都将变得无比广阔了呢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心灵和修行的关系吧 古罗马的哲学家皇帝马克奥勒刘是怎样说的呢 当人们想要回归自身的时候 总是习惯于寻找那些人际罕至的地方 如乡村 山林 海滨等等 而这也是你一心向往的 但这完全是一种俗不可耐的向往 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 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 特别是当他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 他马上就能进入完全的宁静 我坚信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 既然如此 那就不断地让自己进入这种静修 重塑一个崭新的自我吧 这个原则是如此简单而有基本 一旦复读实行就能完全地进化心灵 令你消除所有的烦恼而重返家园 杰鲁在人静而无车马圈 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先 陶元明的这首诗 潘于奥勒流的上述的观点相互印证了 想得到内心的宁静 完全不必去走大山大树 就算你生活在嘻嘻嚷嚷的人静中 也没有听不见车马的喧闹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拥有一个远离沉屑的心灵密室 你的生活自然而然就以浮躁的现实 拉开了距离 安禅不必须山水 你也去心头火自凉 禅修何必一定要在山水之间呢 只要灭去心头的火焰 你眼中的世界自然清凉 顺天里屈人欲 我觉得这句话是可以让我们 安禅不必须山水 密去心头火自凉 你也有一个小独火 我会把你放进去 你但会想不到 你便宜了 你不想到